因為整個現在台灣的產業在往中南部移動 所以嘉義剛好在這樣一個一波態勢底下 我們也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跟創業的可能性 也有人統計過 從大數據的角度來看 未來30年最好的工作就是當農夫 因為吃的人沒有明顯減少 但種的人明顯減少 所以農夫在這裡面就會產生經濟規模 盡量能夠安身立命 所以不管是農業或者是創意產業 或者是工業的發展 那我想我們的青壯帶 都可以在中南部找到機會 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核心就是產業轉型 而且這個一個透過科技還帶動到 我們的農業都能夠精緻化都能夠升級 而且減少了人力 降低了門檻 日本人是一個五星級的酒店 所以我們在服務上面 其實要追求比較大的公司 所以在人才上面 真的我們需要很多人員來服務 服務大家回家 有另外一個很好的發展 說的話 因為其實克力7M目前的版本 已經見了擴大 人才是我們最重視的一個資產 所以此時我們提供了蠻優渥的一個薪資努力 那每年度影會從體育提供能支持 做為員工的合力包含分配補償 那目前的話 其實我們在招募的職缺包含了 例如說像生產儲備幹部啊 常儲啊以及技術士 平均月薪都有六萬七 另外我們還有年薪百萬的儲備主管計畫 那等著大家一起來挑戰 基本上的話 因為在廣納人才的部分 我們沒有特別限定全經歷的部分 就是只要你有興趣 你只要有一個勇於挑戰的心 那我們都很願意去做培訓的動作 那在嘉義跟著大家 就是跟著科技 一起達到一個建材建的一個工業場 好 1111人力銀行 那特別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那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大概整個年輕人 嚴厲往中南部發展的這個意願 比過去都還強 那我想最主要是因為 整個中南部不管是房價 或者是生活的機能 那基本上都有所提升 那他們到南部去啊 那基本上有很多的發展的空間跟機會 因為整個現在台灣的產業 那在往中南部移動 所以嘉義 剛好在這樣一個一波態勢底下 我們也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跟創業的可能性 也存在其間 那我經常講說 嘉義是一個新興發展區域 那這個新興發展區域 表示它現在正在發展 那因為正在發展 所以很多機會就在發展當中 那所以年輕人回到嘉義 或是回到中南部 我相信 那他們在整個利用他們現在的優勢 比如說他們的自通訊能力 包括各部分的這種創意啊 那在南部裡面這樣的人才極缺 那所以啊 會可以隨著這樣的一個發展的態勢 找到自己的位置 接著找到發展的機會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那包括我們的農業 也做了很大的一個轉型 那從現在很多各縣市啊 那青壯農人數都不斷地在增加 那也有人統計過 那從大數據的角度來看 未來30年最好的工作就是當農夫 那因為吃的人沒有明顯減少 但種的人明顯減少 所以農夫在這裡面就會有產生經濟規模 那盡量能夠安身立命 所以不管是農業或者是創意產業 或者是工業的發展 那我想我們的青壯帶 都可以在中南部找到機會 那歡迎大家到嘉義啊 尤其嘉義現在是發展的比較晚 所以他們的機會特別的多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尋找機會 一起來為地方的整個未來的整個內容 能夠大家秉持著自己的能量 能夠去強化那個地區的所有的機會跟發展 市長 請問一下現在嘉義 年輕人到嘉義來 那我們在跟111人力銀行合作 有一個嘉義的就業專區 那實際上裡面的資訊非常多 那歡迎大家可以到那個專區裡面去看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工作 或者要創業 然後我們的勞青處這邊有一個創業的 或是新創基地的這樣的一個相關輔導方案 我想都是跟大家可以利用 那我們也會再做一次的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